8月,英文片名《The Summer is Gone》 是導演張大蕾的第一部劇情長片 拿架了去年第五十三屆金馬牆的最佳新演員 還有國際影評人Faby C講 以及最佳影片 這算是張大蕾的一部半自傳的作品 一部閃文式的電影 有趣的是片中所有的演員 都是導演的親戚或者是朋友 但是看起來卻完全不會有任何尷尬感存在 沒有使用專業的演員 讓整部電影看起來相當的質樸而單純 故事講述在90年代初期裡面的一個小城鎮 有一個小男孩叫做張小蕾 這個夏天他要從國小去年初中 也就是我們的國中 於是這個暑假非常的快樂 他是沒有任何的作業要做的 我們的主視角就由這個小男孩出發 去旁觀這整個小城鎮裡面發生的事情 當然大部分是他的家庭 每一個大人都有他們的煩惱 小蕾的爸爸因為政府政策改變的關係而失業了 也在家裡面無所事事 他不願意低下高貴的頭顱去打工 他認為自己有本事一定可以闖出一番名號 而媽媽一個人獨稱了家裡面的經濟 除此之外還要照顧娘家握病在床的外婆 兩頭奔波 還得想盡辦法讓小蕾在這個暑假結束之後 可以去重點學校就讀 小蕾自己則獨自一人面對著青春期的到來 片名八月的意義是暑假的結束 對小蕾來說結束之後要面對新的學校 而他身邊周遭的人也都在這段期間要面對新的局面 改變是這個月的印記 而時間匆匆什麼樣的回憶都像是台花一線一樣 這是一部黑白片 那就像新的樂名單一樣 片中只有極少部分出現了彩色的畫面 這個手法很常見 但我覺得在這部電影裡面 他用的算是非常的獨特 也增添了這部電影很多的想像空間 彩色與黑白之間有很多的意義去思考 閃文式的結構看起來是鬆散的 但其實是相當耐人尋味 最後幾場戲都可以讓人感覺到 那個累積起來的情緒相當的強大 算是承襲了台灣新浪潮電影的風格 不管是侯孝賢還是楊德昌 八月除了有90年代濃濃的懷舊感之外 主角小蕾的成長也是讓我非常有感覺的 我很喜歡小蕾跟附近那個流氓大哥哥的關係 我覺得每一個小男孩在成長的過程中 都有一個這樣子的大哥哥 當作自己的學習對象 而小蕾跟爸爸的關係 更是這部電影著重的部分 小蕾的爸爸是一個比較理想主義的人 對於環境的改變想要反抗 卻又沒有那個能力 只能一遍一遍地看著 老婆迪寧若主演的Taxi Driver 但是不懂事的小蕾卻沒有這個包袱 他拿著他的雙結棍 看到不順眼的人就打下去 因此鬧出很多事來 小時候很多事情的善惡對錯都是很簡單的 可惜在長大之後 你就會發現沒有那麼簡單 這是一部充滿小鎮生活感的閃文式電影 我覺得導演處理得相當成熟 劇情大致上也能讓人看得下去 雖然得了金馬獎的最佳影片 我有一個不喜歡的地方是他的音樂 太過安全而且俗套了 這部電影的情懷還是大於一切 還少了一些導演在這部電影裡面應該要講的東西 八月我對這部電影的評價是 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已經訂閱了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也別忘了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